威风凛凛,中国对石比林大赦杯马比亚那群岛队,国族有希望了,威风凛凛,中国对石比林大赦杯马比亚那群岛队,国族有希望了,看到石比林是不是真的很激动,中国男族终于赢球了,而且还是大比分,看到对手是不是有点猛,愣是不知道这个国家是谁,赶紧上网查了一下,额低个神啊,中国男族现在真是有出息啊, 在东亚杯足球锦标赛U15年零段的比赛中,中国对石比林战胜了北马里亚那群岛队,北马里亚那群岛,是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,不用急,小编帮你搜到了,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国家吧,不,应该说是一个岛,北马里亚那群岛,名字太长以下简称马岛,属于美国领土,在行政上分属于关岛美国外领地, 人口有五万五千零二十三人,2016年,什么概念呢,岛小区人口两万多人,相当于两个岛家的小区,连个街道都比不上,其中原住民两万人,包括美国人和当地土著人,其他军事外来人口,包括菲律宾,中国人约两万人等, 岛上有很多中餐厅,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竟然还燃这么多中国人,该岛以旅游业和服装业为主,人均GDP 15820美元,面积185公里, 该岛的足球队,至今未加入国际足联,最近的比赛应该是在2016年的东亚杯预选赛, 队伍中竟然有一名被规划的球员乔王米勒,该球员出生在天津河东,本名王哲,14年前跟随母亲移民去了赛班岛,如今是美国国籍,2008年成为国角, 从2010年起,他开始参加东亚杯的预选赛,至今参加了四次,到现在他都会说天津话,人称北马里亚那球王,有关该岛的信息大概就这么多,总之他们的足球水平,可能连中意都算不上,就是这么个小岛, 现在竟然和国足U15过招,还好,我们没有输,但对于国足来说有什么意义,就算打别人个100比0又能说明什么,中国有句古话,和臭骑篓子下棋,越下越臭,要想真正的提高自己,除了勤学苦练,还有就是找高手过招,如果总是找这些鱼哪队,那还不如回来踢中意呢? 这次U15东亚杯除了中国队,还有三支中国地区队伍参加了比赛,分别是,中国澳门,中国香港,中国台湾队,不过他们的运气就没有中国队的运气好了,在第二轮比赛,中国香港队0比4赋于朝鲜,中国澳门队0.20分输给韩国,中国台湾0比6输给日本,三场比赛丢了30个球,这毕竟是足球比赛, 不是篮球比赛,中国足球要想冲出亚洲,走向世界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加油吧!